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频道 之前和大家推荐了一个 就是狄龙弦吉他的音源 然后有朋友问我 用什么钢琴音色 然后今天我就给大家推荐几个 就是我常用的一些钢琴音色 至于好不好 反正听完以后你就知道了 然后因为我钢琴弹的并不是特别好 键盘并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就自己先弹了一段 然后量化了一下 做了一个MIDI文件 然后这边切换的音源 不停的给大家去听 我们先听一个 我经常用的ADD 这个钢琴 它有好几种音色 然后我们分别的切换的听一下 我们开始 现在这个是Studio Grand 这个是Producer的 你可以去调一下它的各种参数 像麦克风一样 我们切换到下一个音色 它这边有很多预制 你可以换过来 这是Modern Uprights 这一块 可以通过SoftHUD可以调一下音色的硬度 做流行钢琴还是非常好的 我经常会用这个音色去做流行钢琴 当然这边还有一些预制 这一套都是Modern Uprights的各种预制 这就是Mk1经典的电钢 不同的预制会给你不同的感觉 几乎不用太调了 钢琴的音色的话 我除非叠几层 正常情况下 我不会去动它的预制 因为已经够丰富了 够你用了 这款做流行还是也挺好的 好 这个我们讲的是add的keys 我们换一个 下面这款是hybrid keys 这款应该也是达名鼎鼎的 很多著名的音乐制作人都是用它的 因为它可以去叠 叠音色 非常方便 在这边可以去叠一些各种 切换一些各种各样的音色 这边还有很多预制 有原声钢琴 电钢琴 预制 我们试试看这个电钢 我们还可以去切换一下它的 听听它的原声钢琴 原声钢琴 modern pop 使用这个音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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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错的 很有特点 你可以合成很多不一样的音色 下面一个也是大名鼎鼎的 Edith钢琴 Edith钢琴的话 早期我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现在用的到相对来说少一些的 我们听一下 音乐 还是不错的 其实你要调整好的话 力度什么东西调整好的话 还是很不错的 下面这个也是比较常用的一个钢琴音色 它的声音就偏柔偏软一些 做一些比较抒情的一些流行歌曲 还是不错的 可以听一下 还是非常不错的 推荐一个就是Session Key 也是Contact Complete套装里面的 一套琴 有电钢 各种各样的电钢 也有两台原声钢琴 这款音色 如果你让它当一个独奏乐器的话 我觉得还是吃力一点 它的声音还是偏薄 偏薄 它的声音就相对来说比较单薄一些 用它去做独奏的话 我觉得还是 因为有更好的选择 基本上还是会去用它做独奏 我们听一下这个 最后就说一下我做编曲的时候 其实用的最多的还是XS3里面的钢琴 很多很多 我加在这个扩展包比较多一些 所以很多很多 各种各样的感觉都有 因为现在做一些流行歌曲的编曲 除非你要的就是那种原声钢琴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不是要的特别原声的情况下 只是起到一个钢琴的这个作用的这种乐器的话 这边选择还是比较多的 而且调节的可调节参数也非常多 你通过这个合成器 我们可以随便贴 随便听一个这一款 要好好选一下 比如说像这个民谣的钢琴 像这种民谣电钢 我们听一下 这个音域的话要调整一下 然后等我调整一下音域 因为它是合成器的钢琴 合成的钢琴 所以你调整一下音域 它的音域和这个之前的一些原声钢琴 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们听听看这款 我们再听听看其他的很多 他算加 这个扩展包加完以后 几百个钢琴里面 有些我都没听过没用过 如果你想做到这种感觉的话 可能我就要一个原声钢琴 然后下面再垫一些电钢 然后做一些效果器 通过一些效果器的处理 才能做成这个音色出来 现在的话直接 它就给你一个音色的一个大体的形状 然后通过这些东西去改变一下 就能得到一个 原来你要花大力气去做的一个音色 现在就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我们听一下 请这一期视频呢 就和大家推荐几个我常用的一个钢琴的音色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